新北市英哥国小排球队近期获得第五十二届中华杯国小排球赛五年级女子组第三名 英哥国小校长黄国枪表示 排球队在近年赛事中频频获得好成绩 更值得一提的是球队的生活教育做得非常好 学生们出外比赛时能够维持良好的纪律与秩序 他也肯定教练团们的努力 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每个孩子到外面去表现 都是让各球队所敬佩的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或是我们的品德 甚至是我们的球技 那这些都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 在这一段时间的付出爱努力 那英哥国小校目前呢 除了我们有一个专任教练之外呢 我们也成立了专门的排球班 那也期盼在我们国内排球界里面 培养更多的未来明星 能为国生光 也为这些孩子找到新的方向 排球队教练林依正表示 因为球队经常会有出外比赛的行程 因此在生活中的各种礼仪与秩序 都会相当要求 教练陈婉金则说 新北市排球项目发展蓬勃 国小学校肩负打好基础 以及导正心态的重要责任 要时常的带队出去比赛 那所以我希望在学校就可以把我们在生活上 例如说我们出去的时候鞋子要排好 那起床的时候棉被要整理好 房间也要整理好 那我们出门准备比赛的时候 需要携带哪些物品 我希望学生都能够是自主自发的行动 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到一致 做到最完整 所以我希望在学校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训练到最极致 然后最好 那希望出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英哥这两个字 是非常荣耀非常光荣的这样子 新北市排球其实是算发展的县市 那基层的训练 基层的培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 那就是由我们基层的学校来做起这样子 因为我哥哥之前是排球队 所以我也想加入球队试看看 四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排球很有趣 加入体育班之后 我觉得排球是每天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在比赛的时候能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落后的时候不要气馁 然后认真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加入排球队之后 老师向我们学习如何生活自理 不要去依靠家长啊朋友跟老师 学生们表示受到同才以及家人的影响等原因加入排球队 球队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过程中学习调整心态与团队合作 最重要的是在加入排球队之后 学习到了各项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时间规划的重要性 球队也会在课业成绩上要求学生们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相较加入球队之前 在成绩与作息上都有明显的提升 他会跟我们说我们睡觉时间 然后就是生活时间 然后在平常时间不能玩手机 就是9点以前就要上场睡觉 希望我们自律一点把饮食跟生活的品质都 就是可能早睡或是不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要我们要有礼貌 必须把功课做好 练球的时候动作要做标准 我觉得自律 就是 每天都会准时起床 就是不会赖床 所以才会 变成这样子 英哥国小排球队在近期的北赛中表现突出 新北市112年小学运动会排球赛 五六年级男女子组军掌获前三名的成绩 消防表示除了球技以外 教育孩子们懂得学习自律 能够帮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有杰出的表现 记者里根基新北报导